哈囉這邊就是今天會用到的材料 那其實其中這個乾蔥紅蔥頭大蒜跟檸檬都是選配啦 就是可以不用沒有關係 但是其他這個番茄、洋蔥、墨西哥辣椒跟萊姆 這個是小香菜 這是一定需要的材料 好那首先呢 我就是先開始來切這個洋蔥丁 好那這個切洋蔥丁的同時呢 就是我花點時間來談一下這個Salsa 那我知道如果你打墨西哥沙沙醬 就是在YouTube搜尋中文頻道 如果你打入中文沙沙醬 那出現的大概有八九成都會是 今天我做的這一道 這種料理呈現方式的這個沙沙醬 那其實呢墨西哥沙沙醬 它主要如果你講Salsa 它大概主要是分成三種 那一種是紅色的Salsa 那這個是我下一篇影片裡面會來示範 那跟墨西哥人或是一般的老外 如果直接說Salsa的話 其實他們第一個直覺聯想到的 會是那一種沙沙醬 不是今天做的這一種 好那第二種沙沙醬呢 就是綠色的 他們叫做Green Sauce 那它就是用這個綠番茄 這個在台灣很少見 因為綠番茄在台灣比較不好取得啦 好那第三種就是今天我們做的也是中文 烹飪頻道搜尋最大宗會看到這個沙沙醬 那這個它有個名詞其實是叫做Pico de Gallo 這個公雞嘴醬 那一個說法是因為說你去拿那個玉米餅沾這個沙沙醬的時候 手指的形狀會有點像這個公雞的嘴 這個鷹嘴 那另外一個說法是說因為他們裡面主要的材料這個 Serrano Serrano辣椒它的形狀跟公雞嘴很像 所以叫做這個公雞嘴醬 好那以上就是我花個一分鐘 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三大種類的沙沙醬 那如果有出國玩的話呢 就是千萬要記住通常跟外國人直接講沙沙的話 他們會給你的是我下一篇影片的那種沙沙醬 不會是這個Pico de Gallo 那如果想要吃這一種沙沙醬沙沙醬的話呢 就要直接說你想要吃這個Pico de Gallo 那這個他們就會知道你想要的是今天這一種 這種醬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這個Pico de Gallo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生的沙沙醬 它所有的食材都是生的 那所以很簡單 我剛才就是把洋蔥切丁 那我接下來要切番茄 那所有的食材切丁攪拌就完成了這道醬 所以是一道非常簡單的醬料 好那番茄的選用上呢 一般其實會選用這個橢圓形的這個羅馬番茄 那但是因為在台灣最大中取得的還是這種牛番茄 黑色番茄這種圓的番茄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啦 因為反正這種沙沙醬也是一個很家常的食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比例 那比較大的差別就是這個羅馬番茄 它的果肉含水量稍微低一點 那如果這種牛番茄黑色番茄就是水分會比較多 那可能就是看你想要的口感 那如果你不想要太濕的話呢 就是要把這個番茄中間的這個籽啊 這些汁的地方去除 就是只用皮跟肉的部分 那這樣子出來的燒燒醬 就是比較不會說太濕這樣子 好那但是這個看個人 看個人的喜好啦沒有關係 台灣的話以取得方便為主 好然後剛剛這個洋蔥番茄都切丁之後呢 我現在用這個墨西哥辣椒 那就像我講的其實傳統上呢他們會用這種叫做Serrano的這個辣椒 那他比墨西哥辣椒小 然後比較辣一點 好那但是因為在台灣取得來講是比較不方便的 那墨西哥辣椒現在在台灣要買生的也都蠻容易的 好那就是有一些原料呢 我覺得還是不要偏離這個原本的原意太多啦 所以像墨西哥辣椒建議最好還是使用生的 尤其現在生的台灣的並不會很難買 那因為如果用罐頭的罐頭的墨西哥辣椒其實算是醃製品 那他完全沒有這個香脆的口感 那味道也不太對 就是用在這個Picot de Gallo裡面 其實味道會有點走中調啦 就是不太適合這樣子 好那 所以 這個辣椒呢 其實要不要去脂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我就是考量到可能家裡或小朋友要吃 所以 我把紙取 把紙去掉 那之後切這個 墨西哥辣椒的丁其實他 並不會到非常的嗆辣 可是如果喜歡吃比較刺激一點辣味的口感的話呢 最好就是連紙一起把它切下去 攪拌進去醬裡面 這樣子他的辣度是比較夠的 好那這邊我先把番茄跟這個 墨西哥辣椒丁 然後我們要加上這個檸檬汁萊姆汁 稍微先把它攪拌一下 那 待會再加入這個香菜碎跟洋蔥碎 那洋蔥碎的話 如果很一樣 很怕辛辣的話呢 你可以泡一下冰水 然後再把它過濾掉 那其實 算是多餘的啦 一般墨西哥人在做其實就是把這些食材直接全部切丁 就是拌一拌而已啦 那 傳統上的Picot de Gallo 基本上就是 今天我用到的這些食材 那如果有看到你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其實那一般都是 個人選配啦 就是 不算是他傳統上會有加的東西 但是 當然 也沒有什麼 可不可以啦 說真的料理 這東西就是喜歡就好嘛 反正我們也都加鳳梨在披薩上面啦 那就只是反正在這邊也是介紹一下 比較傳統的做法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去做一個 比較看看 好那這個Picot de Gallo 他跟我下一支影片 比較傳統的南美Salsa 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這個 一般Salsa 他其實 料理他的食材都算是已經有加熱過這個步驟 好那另外他會打出來會是比較屬於比較濕潤的狀況 他就是有點像是有點像sauce的這樣子 那Picot de Gallo他就是比較一個 食材的切丁 所以他 基本上呢他是 比較乾的 他沒有太多的汁 那當然啦 我們調味加了鹽之後呢 因為 這個他的蔬果因為鹽脫水的關係就會讓水分釋放出來 但是他跟真正的Salsa這個這個有點像醬汁的 這個感覺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那 今天這個Picot de Gallo說真的我覺得也很適合在 炎炎夏日 來 來使用 因為他就是非常的一個清爽嘛 一個 清爽的口感 那 就是 不管是 看球賽追劇啊 就是 拿來配玉米片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適合 那 即使沒有玉米片啊 用這種原味的洋芋片配也是可以的啦 但就像我講的 就是傳統上呢 一定還是得配玉米片 就是像Dorido子這一種 那 他們市售其實都有另外就是完全沒有調味的這個原味玉米片 那 拿來配這個是最適合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這個其中一種的沙沙醬Picot de Gallo的做法 那我們下一周呢會再帶來這個 另外所謂傳統Salsa的做法 那請大家不要錯過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